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選舉到了 這是印象中的投開票所 大多是學校 含有黎明活動中心 不過基隆有投票所 直接架在醫院裡 工作人員加緊趕工佈置 一張一張桌椅 搬進醫院的一個房間 基隆今年新增 16個投開票所 但是地方難找 信義區的東信里 就跟市立醫院借用空間 當作臨時投票所 東信里的長者蠻多的 為了方便長者投票 所以我們才會把 那個投開票所的場所 移到市立醫院院本部 方便那個長者投票 投票所出乎意料的 還有這個消防設備 消防車以應俱全 新二消防分隊 讓出一個空位 搭建投票空間 基隆還有宮廟也相挺 絕修工讓出空間 提供給地方選委會來使用 讓民眾集中到這裡來投票 藍白鄉間的帆布搭建棚子 裡頭也架設投票區域 這裡是桃園巴的榮民之家 為了能夠讓長者更方便投票 直接把投票場所 設在候車庭 如果他們榮民也可以出來投票 我們這邊也可以到這邊投票 這樣子 你說持續了多久了 就從我有經歷開始 就是這樣子從來 各地村里長還有選務人員 絞盡腦汁找地方 就是希望能夠讓投票的人 更便利 投票開票更順利進行 三新聞林俊華 張鈺潔洪怡 基隆桃園 蔡鳳董